没骗你 这真是路由器超强的那种 哼 超强的那种 靠 这么贵 开始买这一台吧 Bot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 VTEC 浪科技 我是Erik 是不是只有买得起 小明的那款4000多块钱路由器 才能叫路由器呢 而且这台号称一体机的路由器 竟然不带Wi-Fi功能 如果需要再配备一个 带Wi-Fi 6的长距离AP的话 这简直就是给本身 就不富裕的家庭 更是雪上加酸了 不过俗话说的好 退一步海阔天空 如果上不起天花板 那我们来试试这款 木地板的效果 对比UDM SE金属机身设计 UDR的设计要更加家庭友好一些 使用了Wi-Fi友好的白色塑料机身 不影响强大的Wi-Fi6性能 正面是一块接近1英寸的药丸型屏幕 用于显示路由器的状态和时时流量 顶部是一圈彩色的LED光环 要是UNIFI全家桶配齐 灯光的效果还是很漂亮的 背后有一个电源插孔 内置变压器 支持100-240V宽幅点压 配备了千兆的WAN口 以及4个千兆的LAN口 其中34口还配备有PoE功能 最大支持32瓦的供电 如果是家里的房子比较大 还需要配合一台小可乐屏 扩展家里的Wi-Fi覆盖 也可以轻松的补显 不需要购买额外的PoE交换机 最上方是一个MicroSD卡的卡槽 用来扩展内置的128G固态硬盘 这里存储空间并不是给NAS来使用的 而是给UNIFI的摄像头 作为视频录像机使用 对的 两个PoE的亮口 除了可以用来扩展网络之外 这里还可以直接用来给UNIFI的摄像头供电 作为UNIFI的slogan Simplify IT 所以可想而知 这里的配置过程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将手机靠近UDR UNIFI的APP就会自动弹出卡片 点击设置就可以进行配置了 外口插上光猫的网线 这里就会自动设置好网络 如果光猫改成桥接设置 这里点击高级 选择PPoE 然后输入不好账户密码 这时候需要设置WiFi名称和密码 设置完成以后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是不是简单这样设置好 WiFi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呢 对于绝大多数的家庭 这样简单的设置几乎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 但像我一样 家里有许多智能家居的产品 又想使用NAS 还想使用盘路路由的用户 就要听我接下来一步步的 教你进行高级设置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里VLAN的设计 可以想象一下家里的网络划分 首先是把家里的网络分成五个网络 我们分别来说说这些不同的用法 点击设置网络 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网络都被设置成统一的一个LAN网络 这里我们需要新增一个用于给手机笔记本上网用的网络 点击右上角的新增 输入NOT 点击保存 再新增一个用于给智能家居的网络 名称输入IOT 点击保存 这里我们将智能家居和上网两个设备分开的主要原因是 智能家居设备通常没有系统安全更新 随便网上扒下来一个开源的系统就直接使用了 这里可能有很多的漏洞容易被黑客利用 所以要将智能家居设备独立隔离起来 如果有需要使用Mac mini跑盘路路由的用户 这里可以创建一个Ghost的网络 所有有需要用Mac mini接管的用户就可以放到这个分组里 在高级配置中点击手动DHCP选项里 我们要修改DHCP手动DNSE设置为198.18.0.2 并且将DHCP网关的IP改为手动 这里输入Mac mini的IP作为默认的网关 我这里是192.168.3.2 为了网络的稳定 这里将Mac mini使用有限的方式连接到UDR 点击Unify的设备列表 找到UDR 选择Mac mini连接的端口 这里我连接到2号端口 点击配置 选择端口配置 将端口设置成我们刚刚设置的Ghost的网络 然后对应修改Mac mini的网络配置 首先进入系统偏好设置 点击网络的优先级设置 我们把以太网网络优先级拉到最高 其次将Mac mini的IP设置为192.168.3.2 网关设置为192.168.3.1 DNS修改为198.18.0.2 最后保存 这样Mac mini的服务器就会接管所有Ghost的网络中的流量了 最后家里如果经常来客人 还可以建立一个Ghost的网络 在设置网络 点击新增 输入名称Ghost 高级配置选择手动 Network Type选择来宾 到这里家里的VLAN就基本上建立好了 在全局网络设置里 如果我们希望NOT IoT以及Ghost的设备里 AirPlay或者AirPrint Honky的设备互发现可以正常使用 这里还需要启用多波DNS功能 制造VLAN以后接下来就要设置WiFi名称了 也叫做SSID 不过首先我们要喝一口咖啡 Unify的设备最多支持4个SSID设置 我们这里也将家里的网络分为4个 分别对应到刚刚5个VLAN里 首先点击设置 WiFi 选择我们开始设置好的WiFi名称 将网络修改到NOT的VLAN里 代理ARP BSS切换 UAPSD 快速网络漫游功能 如果家里有多个Unify的AP 这里强烈建议开启快速漫游功能 这样手机就会自动切换到速度更快的AP上 接下来点击新增 我们这里要创建一个 IoT的智能家居设备专用WiFi 考虑到智能设备的WiFi兼容性极差 这里建议只使用英文 请勿使用任何标点符号以及特殊符号 避免一些兼容性较差的设备无法显示名称 网络这里选择IoT 高级配置选择手动 WiFi的频段只选择2.4GHz 避免一些不支持双屏合一的设备无法加入 关闭下面所有WiFi高级设置 什么快速漫游啊 千万不要开 这些智能家居厂商往往没有通过快速漫游的兼容性测试 这里所有高级功能建议关闭 在安全里 安全协议下可以选择WPA2 请勿选择加密等级较高的WPA3 可能会造成设备无法加入 下面隐藏WiFi名称功能也不要开启 绝大多数智能家居设备都无法发现隐藏WiFi 接下来就要设置Mac mini的盘录路路由专用WiFi 点击新增 输入名称 在网络里选择Ghost网络 高级选项里除了客户端隔离之外 其他都可以根据需求开启 这样需要Mac mini代理的设备 只需要加入这个WiFi 就可以自动获取到IP地址 网关以及DNS的 最后如果有访客WiFi的需求 这里还可以新增一个访客的WiFi 高级配置中记得打开客户端隔离功能 防止访客用户访问家中的设备 这样HomePod正在播放的音乐 就不会莫名其妙的显示到来宾的iPhone上了 这边视频有够长的 因为讲的比较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看完 如果有任何讲的不够细的地方 还可以在评论区里补充 作为UI旗下的Unify纸品牌 Unify一直强调的就是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简单的翻译成中文可以理解为软路由 不需要刷机不需要命令函 简单轻松就可以上手 产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稳定 可以说是设置极万计 跟着我的视频一起设置好之后 几乎可以就不用管它了 内置128GB的存储 还可以作为Unify摄像头的网络录像机 存储空间还可以通过MicroSD卡扩展 满满的都是优点 但是毕竟作为年轻人的第一台UI路由器 肯定还有一些缺点需要年轻人克服的 就是你把上面这么多强大的功能全部打开 这颗1.7GHz的处理器 可能没有办法跑满千兆宽带的全速 网络测速通常在600Mbps左右徘徊 如果有千兆甚至万兆的网络需求 建议还是购买小明同学的那款 UDM Pro SE的天花板吧 不过配置方法相同 如果购买了UDR以后需要升级更高的需求 只需要备份一下配置 在UDM Pro SE上还原一下就可以使用了 或者跟着我的视频再配置一遍 想要多骗一个观看也是不容易啊 OK如果喜欢本期的视频记得关注点赞 如果不喜欢也可以发给你最讨厌的朋友 说不定他会喜欢 OK酷了潮玩一浪到底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 对了有什么不懂的我们也可以评论期见 拜